我们工作看似还是有很多乐趣 其实也是苦中作乐 都是帮别人赚钱了 都是怎么样 而且需要生活 找这些工作 一方面要兼顾自己内心真正的追求 觉得什么才有意义 过上自己所擅长的方面能做的 阶段性的 找工作的时间都占了三分之一 真正工作只有三分之一 那剩下了三分之一 还有生活 日常琐碎 心也是不安的 所以挑来挑去啊 没有定下来 也不是什么好事 即便是创业 也是很累心的 当了老板的人你可以知道 没当觉得那样很自由 确实 这个时代也造就了很多 很多老板是被逼出来的 没办法不受用 没办法不受用 我觉得他们做的确实 很内感 结果自己做起来 一样麻烦 一样内心 也许能好一点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是很煎熬的 你要顾人 兼顾人家的生活 当一个好的老板就在这样 那当差的呢 你想办法压大 也动心思也很累 还有各个物方面要兼顾 技术设备 人员水电啊 什么什么 各个部门的分工 那真的玩撞了之后啊 你可以很省心 那具体的事都是他们去做 你只负责盖张签对 好就行了 不行 你说了算 老板是最大的 剩下底下的 那都是胡家胡归 别以为什么权利 说开你就开 还没过年就提前回家了 那我们真正开始充业啊 其实很早就有 然后我父亲他本人就搞了很多项目 有机会一定专门说他 那么一开始最早 这个美团外卖啊 我们在 大概零几年吧 那个时候实行团购 不只是美团 很多家 什么拉手啊 什么那个 那以后就搞了很多投资 很多不知名的自己也开始创业 那时候很新啊 那你一个人买贵 然后大家一起买 那整本也便宜 然后大家都受力 看似很好 现在都成了 团告都是像的 各买各的 谁也不认识 你搞在一起还很麻烦 他没有形成那么 社区化的 便利的服务 那都是假的 包括什么 平行锡 平行锡 都假 而且他专门坑商家 那有的感觉好像坑买家 那有的感觉好像坑买家 我们其实 模式啊 甚至比现在美团都要超前 只是没有投资 把一是服务性的东西也加入成功 现在这个美团都要实现了 二是各地方当地当地产的一些特色的产品 不只是食物啊 然后这种股东 让你 这种股东西 你